第一次的活动叫折纸蝴蝶结 他这一次这个活动也是要 通过打猎然后获得积分搜集硬币 他的时间是8月26日到9月 9月8日这是第一季的时候 他有第二季 第二季是从9月9日到9月22日 所以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然后你通过打猎怪物 可以搜集到这四种折纸 他会有相应固定的积分数量 然后通过 通过搜集这个硬币 他这里有个商店 他一共有四种 四个四个类的分类 然后这里有完成充能的精灵雕坠 有这个雕坠扩充蓝 选择蓝八格 四十格的椅子背包 四十格的灵魂背包 有神秘怪物弹 AP重置卷轴 自由转值硬币 然后世界地图转移 一天效果 然后这里有能手册 他都是可以交易 然后有一百个超级药水交换券 然后是保罗普利托的入场券 每天可以买一个 然后是无限疲劳药水 怪物农庄的七个宝石交换券 然后是狂龙战士的变色券 然后卷轴这一类 他有黑色涅槃火焰 有永恒涅槃火焰 还有强大的涅槃火焰 有十个黄色魔方的背包 还有一个礼包 然后是其异潜能变化魔方 然后放大镜一百个 A级潜能卷轴 有特殊的附加潜能卷轴 还有潜能印章 还有附加潜能的印章 然后是金锤子 这个正向混沌剑轴可以买三个 他是每个角色可以买三个 然后有白衣卷轴百分之一百成功率 还有百分之十的成功率的 还有还原卷轴百分之六十 特殊类有极限成长密钥 每个世界可以买五个 然后有神秘徽章 这个未知神秘徽章箱子 然后未知核心宝石箱子 然后有位置倾向成长密钥箱子 前面这两个箱子 他是每周可以买五个 是世界内可以买五个 倾向成长密钥是 整个活动期间只能买两个 然后核心宝石 可以买十个 然后选择行神秘徽章 可以买二十个 他都是整个活动期间 只能买这么多 他是固定了 没有重置的时间 然后是倾向成长密钥 然后特殊荣誉勋章 混沌还原器 这一次的 折纸蝴蝶的交换券 还有伤害皮肤 扩展券 还有伤害皮肤的提取券 然后这有 饰品类 他们都是戒指 这一次有 漆黑 探险 暴击戒指 然后是 探险 暴击戒指 然后是 连 联合戒指 还有他专用的 活动戒指魔方 一共可以买一百个 然后是 麻闹 戒指 然后这下面都是 他一些宝石 然后他 这一次的话 你达到一定积分之后 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加速器了 这加速器就类似于加速活动里面的加速器 然后来试一下打怪看一下它的效果 首先 开符文它会有 飞行怪物会掉那些 折纸 他这个折纸是几种颜色都有 这个蝴蝶是可以被打掉的 我觉得是设定上的一个错误 然后就是 你打怪的时候会掉一种黄色的折纸 或者会掉一种折纸 有黄色有红色的 然后就是连击球也是有折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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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加速器 它是有四種條件下,是不能夠使用的,然後它這個會有100秒時間 地圖上會召喚這些蝴蝶 這個難道是很不一樣,就變得很好,是嗎? 還可以做到我還可以買上去的 哦 然后他结束,然后一天的话可以用 他是根据你所达到的硬币数量 他会给你加速器 每天只有三次